在前面许多节思维漫游 我们介绍了 Machiavelli 介绍了 Hobbes 介绍了 Rousseau 介绍了又介绍了一些康德 和介绍了一些这些 Montesquieu 那么这些 这些这个系列 至少这个子系列的这么一些话题 基本是围绕着一个主权的概念 就是谁是统治者 谁是拥有主权者 拥有主权和统治者 这两个关系呢 我们基本是把它就是说 是从不同角度 在进行这个各种各样的描述 那么今天这节呢 我们就是在在另一个层次上 就是讨论一下这个主权这个概念 就是到底这个主权统治力 从古代到今天 是经过怎么样一个演变过程 通过这个演变过程 实际上我们透过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历史 就是尤其是由这个欧洲的历史 到现在近代的全世界的这种 统治政权的之间的这种演变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呢 上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介绍 使我们真正理解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统治 什么是一个主权的正当性 那么我们前面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哲学家的观点呢 主要是在讨论就是这种统治力 和这种主权的 这种正当性的来源 是来自于什么 是来自于上帝 还是来自于你的震撼力 你的这个枪杆子 还是来自于民众 还是来自于你的法律的框架 还是来自于什么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是把这话题刚才讲的 就是谈一下这个主权这个概念 那主权这个概念 实际上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 不是自远古 从原始状态 原始社会就有的 而它是实际上是一个 逐渐逐渐演变的过程 而在这个中世纪 我们还是回到欧洲 中世纪的欧洲 实际上主权的概念上 不是很清晰 主权概念不是很清晰 那个时候的权力 主要是由当时的贵族 和当时的王室和贵族 共同来 来来这个形成的 这么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 实际上是很松散 很不是很 很清晰的定义 那么最早的 对这个主权的概念 比较清晰的形成 实际上是英国和法国 公元13 14世纪前后 1300年开始 大概其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英国 那时候的法国呢 某种意义上 已经有点形成一个 就是今天我们大家 比较理解的传统定义的 主权国家的那种感觉 当然这个国家 在那时候还没有国家 它仍然是一个王室 是一个王朝 那个说的主权 就是由王室来定的 由monarch 就是由他的这个皇室 或者是王室来定 那么在英国和法国呢 他的王权实际上是高于一切的 就是在他的统治的国土范围内 英国或者是法国 他的王权是高于一切 是最高的统治力 当然我们这个王权 在英国当时的王权 随着时间的 历史的这个往前进展 到今天英国的王室 已经完全失去了 当年几百年前 13世纪14世纪那时候 英国和法国那种王权的那种威力 今天的英国只播这个橡皮图章 就是英国的王室 实际上按照他的英国的 今天的这个法律规定 他只有什么权利 他只有鼓励 只有寻求信息 只有警告 只有提出顾问 就是warn and counsel and advise and encourage and seek information from his ministers 就是他的各个大臣 那就是说当时 就是今天的王室 实际上尽管大臣 是好像是从原则来讲 是属于他的 是his minister 大臣见着这个王室 王后什么 都是有一种礼节 但实际上真正的主权 今天的英国的主权 完全是在他的首相身上 首相 以首相为中心的 他的parliament 和他的这个各个minister 所以呢 就是有英语里有一句话 the king is consulted but the ministers decide 即使在二战的时候 当时这个丘吉尔是minister 我觉得有点好提了 丘吉尔是首相 清吉尔在关键的时候 经常要去见当时的这个 这个国王 那么见国王上 见是见 但实际上他只是杠子 我的决定是什么 而国王只能给他提出一些 我认为你这个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还是你这样做的好 还是不好 我给只能提出建议 但是最后的决定权 是在首相身上 当然这是今天 而在在几百年前的时候 英国的王 这个国王 那是绝对王权 就像后来的沙皇 像后来的法国 路易十五十六 十四十五十六 那个时候 那是绝对王权 那么在中世纪的英国 当然十三世纪 十四世纪 实际上是中世纪 那中世纪的欧洲 实际上可不是这样 中世纪就是除了英国 法国以外 欧洲的其他的地方 如果今天我们看一下 欧洲的版图 把英国法国 这两个国家 给它抠出去以外 那就是像一个 滑滑绿绿的 这个支离破散的 一个叫做quilt quilt就是像 用各种彩色的小布块 织出的一个地图 地图被子一样 就一个棉被一样 上面有好多好多 这个独立的互相 这个互相就是 共存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prince和noble 就各种小王子 小贵族 每一个王子和贵族 在他自己的控制领域里 内 他有他的主权 他的主权就是在 他的领地以内 就等于这个领地以内 我是一切都是 我说了算 而当时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 英国也 不是英国 就是欧洲 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 monarch 就是那种王 什么国王 但是这样的一些国王 和那些王子相比 他只是在上面 高高在上 表面上 这是属于我的疆域 但实际上底层 那些国王 对底层的这些王子 这些贵族 是没有实际的控制力的 所以就是说 松散的 当然这不一定很准确的对照 就是有一点像那种 地方割据 然后上面有一个皇帝 或者有一个王子 有一个国王 在上面 松松散散的罩着 但是地方割据 割据归割据 底下的人该干什么干什么 顶着那王子 国王是 他是不听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世纪的英国的那些 所谓的国王 那些所谓的monarch 那些血脉 国王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的 主权拥有者 他不是主权拥有者 因为他的 一切的权利 实际上是要和他底下的 那些各种封建的 贵族 封建的这种 就是这种王子 贵族领域 各个领域里的小头目 互相要分享 分享他的权利 他是受分享 受制约 受互相牵制的 他没有绝对的绝对权 同时 这上面还有一层 那就是宗教 教会组织 那么这个 中世纪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monarch 所谓这些ruler 他实际上呢 他当然在他的领域内 有一定的控制权 但是呢 即使是这些prince 这些nobility 这些monarch 他本身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又多了一层 因为这个宗教里面 又有教皇 又有主教 又有什么什么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国王封下去的封臣 各种各样的 emperor king monarch 和这个什么叫什么prince 和什么nobility 所有这个每一个人 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在这种主权的 这个这块大面 这个大蛋糕上 他有一个分割 自己的一小块地盘 每一个这种角色 就是这种 不管是宗教上的 还是这种 还是国王 还是小王子 他的控制 是控制他自己的 某一个区域 有的时候 这个区域 还有一些重叠 就是区域和人口 有重叠 尤其是宗教 和非宗教之间 就宗教 它是只是 你信什么教 这信教的人都听我的 信我这个天主教的人 都听我的 那对不起 天主教的这个信徒 有可能是分布在 各个不同的小王室 国王的疆土内 而这些疆土内 又有自己的王子 又有自己的 这个那个 所以呢 就是这种宗教 和世俗之间的 互相的重叠 然后呢 这个 这个monarch 就是这种国王 和王子和贵族之间的 领域的重叠 多层的重叠 使他们的这种 王权的概念 主权概念 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不清晰 那么这样的一个 混乱局势 一直持续到 大概其公元十九 十六世纪 到十六世纪的时候 我们后面会下几节会讲 就这个王权的概念 真正的就开始慢慢慢慢呈现出来 为什么会在 比如十六世纪出现呢 因为十六世纪那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大量的战争 就是在欧洲的这个 这块土地上 各种各样的 三十年战争 什么宗教和宗教之间的战争 教派之间的战争 十六世纪当时就出现了 这个reformation movement 就是那个新教 那个那个Martin Luther 各种各样的那种 那种那种宗教改革的那种运动 宗教改革 基督教 不就这个天主教和新教 然后不同的国王之间 各种各样的战争 这种战争呢 使就是使欧洲人 大部分人欧洲人就感觉 就get tired of this 就是这种这太 他没劲了 就整天在这打仗 为了点宗教这个事 什么你的上帝和我上帝 你的教义解释和我解释 不一样咱们就打一天都打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有一种总体上 有一种民间的 或者是这个欧洲人的 有一种共识 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权力呢 画得更清晰一点 更集中一点 这个实际上呢 就使这个欧洲呢 就不要整天在那 一个劲的打 那在这个过程 这个实际上是某种意义 就反映了什么 就是在就在同一个 这个时间段 我们讲的Thomas Hobbes 讲的那个state of nature 就是每一个小王子 都在自己在认为 我是我的主人 然后他也问 这是他的主人 我们互相的打来打去 这不就是人吃人 狗咬狗 类似的概念吗 所以呢 这个呢 就造成大家是认为 我们需要有一个Leviathan 有一个Monarch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Sovereign Sitting on top Ruling over entire 这个Territory 那么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整个的 这个权力的这种 Consolidation 权力的巩固过程 慢慢慢慢就出来 使这个国王的权力 逐渐逐渐明细化 集中化 强力化 而当然这个 失去这个权力的 那个对方就是什么 就是当时的各种各样的 封建和贵族 他们的这个小地盘 就逐渐逐渐权力 就散失 就丧失了 就丢给了 就慢慢就被这个国王 这个上面的这个权力 集中的国王 给慢慢给这个掌握住了 这样的一个局势 像某种一样 和当时的科技 和当时不能说是科技 当时的这个文明发展 有一定的相关性 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 或者地区之间 慢慢慢慢出现了 更多的交通上 会更加流畅 因为你如果交通不流畅 如果大家就是等于 你这个村和另一个村 差三十公里 就就可能是几十年 都见不了面的话 或者是多少年 就不能见面 那实际上就是这种 割据的局面 就会比较流行 当然你各种道路 慢慢修出来以后 那就这情况就会改善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 主权这个概念 这个主权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来说去 欧洲这种中世纪 这种打来打去 最后慢慢形成一个 国王掌握主权 那主权到底是什么意思 主权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一种绝对权威 它不只是一个权威 是一个绝对权威 就是在这上面 没有比它更高了 用今天的这个 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例子 就是美国的宪法 我们前一届 前一届讲康德的时候 不就讲美国绝对宪法 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成一个 一个absolute sovereignty 就是一个绝对主权 因为美国的宪法 是高于美国所有的联邦 联邦法律的 不管你是Pennsylvania 还是New Jersey 还是California 还是什么 只要就是你 你的事情 如果和宪法有冲突 那一定是宪法 有最终的 这个宪法的 这个定义 是最终的定义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个 就是美国宪法 我前面讲过是可以认为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最高的主权 而这样的一种 最高的这种主权性 就是主权的这种 至高无上性 当然在美国的宪法 在别国家 还有别的这种 不同的这种形式来反映 是现代主权的一个 基本特征 就是今天 在20世纪 21世纪 甚至19世纪 20世纪 21世纪 主权的概念 基本就是一个主权 就是最高权力 比谁 没有谁也比 就比不了他 而这样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在中世纪的欧洲 是没有的 当然在这个 你可以说 我这里不太讲 中国的历史上 中国的最高主权 当然就是皇帝 这个实际上 中国早就有了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中世纪的 这些 这些不同的这种领域里 是没有一个像 我刚才讲的这种 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中心 它有一些各地的 这种封建分割 各种各种样的 教会的分割 还有各种样的这种 互相重叠交叉的 这种权力的这种分割 但是呢 它没有一个中心化的主权 而中心化主权 实际上是在16世纪以后 慢慢形成的 而这种最高的权威性 它的这种权威性的理解 可有好多个层次 一个层次就是领土 到底 我这个最高权威 要占领什么样的领土 第二呢 就是人口 人民 我的权力下管的 全包括谁 就是我 我站的是哪块地方 我 我管理 我统治的是哪些人 然后我的权威是什么 我的权威到底 包括是哪些方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谁承认我的权威 这几点呢 就是组合起来 就定义了你的主权的这种 基本的特征 而这种主权 实际上这好多层子 看一个国家的主权 实际上有好多层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仍然存在一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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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这个主权里到底包括什么 实际上这里有好多不同的定义 不是那么特别的 即使在今天也不是那么特别的 这个这个大家都意见统一的 它有不同的层次 那么还有一种 那主权刚才讲的 就是几个物理特征 一个是人口 一个是地区 一个是你的权威性 一个是你 别人是否承认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是是你的权 你这种主权是以什么样划线 是你的国内主权 OK 这是一种划线 就是我的这个国家以内 我有主权 domestic sovereignty 还有一种呢 是叫是互相依赖的主权 就是我可以控制 每一个国家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进出口 就是那个国家之间的边界 这个边界性 这个边界的进出 由我来控制 那我在边界上 有这个边界主权 还有一个呢 是国际性的 就是等于说 我这个主权 刚才讲的recognition 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我的主权 是被其他的主权承认的 就是我这个国家里 里内 我有主权 其他人承认 那这个主权呢 就是这种承认性 再有一个主权的定义呢 就是Westphalian sovereignty 这个sovereignty上是1648年 在这个欧洲形成的 有一个treaty of Westphalia 我们后面会讲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上是比较传统的 或者是比较广为认可的一种 主权的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 说最简单的话来解释 就是说 我这个主权 在我这国家的主权 只有我一个 没有别的人 就说 我是唯一的 最高的统治主权者 这个 这样的一个定义 就是Westphalian sovereignty 我们后面会讲 好 那么这个主权的权利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定义 这又是一个层次 刚才讲了 以不同的形式 来划分主权的界限 那么主权到底有什么样的主权 到底是主权到什么程度 那个这主权呢 有一种呢 就是有不同 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你是用金 用重量来量 还是用尺度来量 还是用体积 还是用面积 就是用简单化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也 怎么样去衡量一个主权的权利 一种方法呢 是衡量它的绝对性 到底的主权有多绝对 OK 就是你到底有多大的权利 是在你的主权范围之内 比如说 你这个主权上面 是不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宪法 在约束你 那一般来讲呢 就是absolute sovereignty 意思就是说 我上面没有其他的法律了 我就是法律 我定义的法律就是最高法律 我上面没有了 那也有的 有些主权你 比如说你 你像在一个像美国的一个州的州政府 他有他一定的主权 他有他一定的sovereign over the state 但是这个sovereign显然是subject to the mand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就是美国的宪法的约束 那显然他就有一个higher constitution 那我的这个显然我这个联邦的法律是不是绝对的 而美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很强的绝对性 就是一切由宪法来解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的主权是不是受现有的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习俗约束 那你如果受他的约束 你也不是绝对的 而你不受他的约束 你的绝对性的提高一些 而那种非决定性的主权 主权的概念并不一定非得是政府 也可能就是权力的问题 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就是父母对子女的主权 小孩生下来一个月两个月 显然父母基本是near absolute sovereignty OK就对这个小孩 什么时候给他吃的 什么时候给他换尿布 什么时候让他睡觉 这都是父母的决定权 但是你小孩长到16 17 18 19岁 你还有这个权利吗 你让小孩说你20岁小孩 你说你必须在五点半以前 你吃饭 显然你父母是不能这么要求 所以从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父母对子女的要求 显然不是absolute 是non absolute 不是绝对的一个主权 在越早的时候主权性强一些 但是越往父母的主权性越弱 那再有一个例子 那就是回到我们的这种 什么地区性的市政 市政级别的政府的权利 和州一级的政府的权利 和联邦的政府的权利 一层一层往上 越往上的话 他的主权性就越高 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对对法律的解释的执行力 就越高越来越强 这种就是absoluteness 就是你这个主权的决裂性 取决于有不同的层次 OK看你在哪个层次 还有一个呢 主权到底是一个排他性能 以什么样的形式排他 就是说你做的主 你的主权决定 是不是和另外一个权威的决定 有矛盾 如果出现了矛盾 听谁的 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OK听你的是听他的 那这个呢 实际上就 就是比如说 就是当你需要利用 暴力执法 不能说是暴力执法 就是你要有强力执法的时候 这个强力执法的 这个最终的垄断权 是在谁的手里 就是谁有权利 去把别人给判刑 去执行 去把他这个送进监狱 谁有这个权利 如果如果你 我这举一个 不一定是很恰当的 因为知道 大家知道在美国 还有一些Indian reservation 就是印第安人的这个居留地 他在某种意义 他有一定的limited的这种 sovereignty 因为和美国的政府 有一定约束 这个和印第安人的这个土著的 当时的这个领地内 但是如果在这领地内 某一个印第安人 比如说在他的领地内 他出来 他杀人放火了 OK杀人放火了 他最后回到领域 他说我受领域保护 是不是受到保护 显然这个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政权 有一个 就是绝对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人给抓出来的这个权利 就是有这种 exclusive monopoly 或者是就是monopoly on the legitimate use of force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主权是否有这种 绝对的垄断 某一些权利的绝对垄断权 只有我有 别人不能有 那这个实际上 在在最近也在发生 美国有些这个 呃 有些这个 就是印第安土著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美国联邦之间 发生了一些冲突 就是土地的使用什么 最后是暴力之 美国就得派警察和这些 呃 印第安人最后 在在几乎是枪对枪 跑对跑 到最后 上一走法律 那还是你得听 美国联邦政府的 你不能 那个什么 这这这这就不多细讲了 那么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你的 ok 你的权利和主权的权利 是否有重叠 重叠的时候 那显然就是得只能听一个的 那你如果和他有重叠 你就必须听主权的 就是听他的 而不是听你的 而任何的情况 你和他有重叠的时候 你就是非法的 他是合法的 或者是你就是和他 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 法庭上的争辩 或者在法庭上就弄清楚 到底我们俩 谁是有最终的权利 听着好像很抽象 但是想一想 今天一个很hard 很热的一个话题 什么 就是流产的 人工流产的权利 就是这个主权 这个主权 小孩 就这个婴儿 怀孕期间的婴儿 被流产的这个权利的主权 到底是属于这个怀孕的母亲 还是属于美国政府 ok 那么这个解释权 那ultimately 不管是这样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言论自由 很多其他的 很不容易理清的 主权的最终在谁手里的 这个问题 最后要到哪 要到宪法的解释 就是宪法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么宪法到底怎么说的 宪法是sovereign 我们前面就讲了 美国宪法是sovereign 而解释宪法的机构是什么 就是美国的最高法庭 所以美国最高法庭在这个角度上 就是用来理清 主权的exclusivity 就是主权的排他性 怎么样去执行的 这么一个裁判 机构 所以这就是美国现 美国最高法庭的角色 那么还有一层主权的这种 划分的这种 某种意义上是exclusivity的一个 issue 就是排他性的 就是宗教和政权 就是这个政教之间的关系 政教要分开 还是政教就是一码事 这个sovereignty 本身又是一个 今天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 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和政教分开的国家 美国当然是政教分开的 但是你到中东的话 你像沙特阿拉伯 那就是政教合一 伊朗就是政教合一 那基本就是政教合一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又看到 就是在这个宗教和世俗政权 主权之间 也有一定的排他性的冲突 还有一个角度 看就是所谓的这种 法律上的主权 和实际上的主权 什么意思 法律主权就是我的名 我的宪法 我的法律体系 整个在承认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或者一个机构 拥有这个主权的执行力 拥有这个主权 那么如果他拥有主权 他实际也在 他也是确实是在 实施他的主权的 这个权力的话 这是一个法律主权 而实际主权呢 就等于是 是什么呢 是把那个法律性给抛掉 但实际上 他仍然是有权力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个实际主权的 这个人或者是机构 他是可以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的 他的真正的执行力 在于他的 physical power 或者是他的 spiritual influence 就是他的这种 精神上的控制 或者是 物理或者是 暴力性的控制 那就是枪杆子了 他有枪杆 我有枪的话 那我 I am the law 在那个 那个 那个 showshank redemption里边 那个 那个监狱长里 不是说了一句话吗 OK 拿了一个bible this is the bible 我忘了他原 原话怎么说了 但是呢 在这个 在这个监狱里 I am the law 就是我实际上是真正的 这个是管你们的人 你这bible 我是信bible 但是在这里 我是管你们的人 实际上他 他这句话实际上 以某种意义上在说什么呢 就是 你们信宗教 你们都信宗教 is fine 但是在这里边 实际上真正管你们的是我 我这个监狱长 我是你们真正的主权 统治者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 一个实际统治呢 他就 他当然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统治的影响力 一个是大家要配合他 一个大家尊重他 或畏惧他 OK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控制力 然后呢 他有他的枪杆子 他有他的这个执行力 他有他的控制力 他有他的执行力 这样的一个实际统治者 像我们看着和这个权力上统治者 是两个概念 有的时候是一个人 但是有的人可能是 有的时候是两个人 英国有一个 有一个 一个一个叫Lord Bryce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de facto sovereign is the person who can make his will prevail regardless the law he is the person to whom obedience is actually paid 这话说简单的话 那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呀 OK 就是他实际上就是 他可以和法律无关 你也得听他的 法律说什么事 是一码事 但你得听他的 而且你 你对他的服从 是必须 就是你必须要 pay obedience to him 你必须要服从于他 OK 那就是黑社会 基本就是 今天说熟了 熟了算是一个黑社会 但实际上就是 等于是说 他是实际掌权人 而这种例子上 在历史上有很多了 像那个Oliver Cromwell 在英国历史上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政客 实际上当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接近独裁的一个政客 他把这国英国的议会 已经给压在下面了 他实际上是一个de facto sovereign 他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权利 他差一点当了英国的王室 当时差一点 有这个可能性 拿破仑和他的directory 他的顾问团 叫directory 应该是 当时他在称皇帝之前 有个directory 他是其中的directory 其中的一个 但是实际上他掌握实权 拿破仑当时是de facto sovereign 当时他后来就成了一个 真正的sovereign 溥仪和慈禧 慈禧是真正的sovereign 溥仪是个figurehead 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 那民主了半天 集中了半天 最后说了说话 一个人说了算 毛泽东说了算 他是真正的主权 赵紫阳和邓小平 这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 六四前 为什么赵紫阳被软禁 被抓起来 最后死在house arrest 就是因为在六四镇压之前 他说对外国记者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 中央的决一切决定 要小平同志说了算 这句话 用这个话 就是邓小平 is the de facto sovereig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那 de facto sovereig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fact 就是de facto sovereign of China 所以呢 就是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可以看出 de facto sovereign 实际上是在今天 仍然就是这种专制独裁的 这个体系下 很常见的 所以这个sovereign 我们这这节呢 我们大概其实能看着 他有好多层次的定义 但基本上的什么意思 就是sovereign 他有一个 是一个一个统治力的描述 可以从地区 可以从人口 可以从权力 可以从排他 可以从法律 可以从实际效应上 都可以来看这个主权 的这种不同的这种 啊 这种定义 但是这种定义呢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也延续了 逐渐逐渐渐的 在今天在开放社会 在今天20世纪20世纪 他的主权 基本上是围绕着 他的宪法 而是在不开放的 这种despotic totalitarian regime 这种极权暴政的 这个社会里面 他主权 基本是围绕着 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人 为中心的 那么一个组织 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呢 我们就还是回到 15世纪 16世纪 这个主权的 最早的定义 West failure system 这个我们下一节 接着讲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